明天3月8号就是一年一度的妇女节 不少机关单位为了向妇女至上敬意 纷纷准备了许多的花束要来送给他们 而在石门区公所也不例外 今天上午石门区长准备了许多的玫瑰花束 并且亲手送到每一位公所的女员工手上 就连前来洽工的民众只要是女生 都可以拿到区长发的花束 让他们直呼真的好贴心 我觉得每年就是固定的那种特别的日子 不管是母亲节或是情人节 甚至于是明天的妇女节 我觉得我们区长都很贴心 都会想到我们这个基础的员工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区长的用心 我今天刚好来公所掐工 那碰上我们的区长真的非常有心又有用心 对我们明天又是妇女节 那又是情人节也到了 所以说区长双重意义 真的对我们的公所妇女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心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区长这么用心 红色的玫瑰花束代表女性的温柔与美丽 石门区长说在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一定都有一位伟大的女性 而在一个好的工作团队里面 更有许多的伟大女性 在石门公所里头 女性员工就占了一半以上 也借此肯定她们的付出 大家常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 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性 事实上一个好的团体 其实后面也是有很多一些伟大的 一些女性同仁 所以我们在妇女节前夕 我们送同仁玫瑰花来表达 我们感谢这意思 那感谢我们这些妇女同仁 不只是在公所这边的努力 在家庭方面也付出很多 也祝她们妇女节快乐 区长表示 借由今天发玫瑰花束 来为公所内全部的女性 提前庆祝妇女节 也感谢她们在工作上 为团队的付出 以及在家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而区长也在这个属于 女生的节日同时 祝福全天下的女性 记者许段一 石门采访报道